今天的读经是在启示录的二章一到七节 由我为弟兄姐妹攻读 你要写信给以佛所教会的使者说 那右手拿着七星 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 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 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 却不是使徒的 看出他们是假的来 你也能忍耐 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罚倦 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 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 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 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 你若不悔改 我就临到你那里 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 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 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 这也是我所恨恶的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 赐给他吃 好 现在我们欢迎我们葛牧师 来替我们正道 今天正道的主题题目是 从始起初的爱心 以佛所教会 我们欢迎葛牧师 哈利路亚 弟兄姊妹 很高兴礼拜天跟大家再一次见面 我们已经大概不能够面对面有多久了 一个月了 我想大家都很渴望 有一天我们可以再见面 但是在这个时候 我们知道我们最宝贵的就是 虽然我们不能够面对面地见面 但是主仍然在我们中间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继续地来看 从启示录里面 我们要来分享主的话语 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末后的世代 当这个疫情越来越严重的时候 我想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代的人 我们大概从来没有想到 我们会遇到这种事情 以前读到主再来 以前读到地震饥荒 末日的光景的时候 我们总觉得那是电影上面演的事情 圣经上所有的事情 但是跟我的实际生活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我们现在看见 这种情形好像不太一样了 越来越大的让我们感觉到 这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 所以启示录的信息 对我们来讲非常宝贵 我们在前面的第一章里面讲到 我们认识这位耶稣基督 你可以看见 启示录一开始讲到认识耶稣基督 这是一个关键 因为任何的事情都要从认识主开始 所以我们认识这位基督 祂是一位荣耀的基督 祂是一位尊贵的基督 祂是一位圣洁的基督 祂是一位复活的基督 那么同时我们也讲到耶稣基督 祂的身份之后 我们讲到耶稣基督的 祂的工作 认识了基督 我们才会有祂看见祂的工作 认识了祂的工作 我们才会看见 我们人生在世上的使命 我们的责任是什么 所以我们基督徒认识了这位神 认识了这位主之后 我们也认识祂所要做的工作 祂来就是要拯救世上的灵魂 祂来 祂说人子来 就是为了拯救世上的人 因此这也是成为 祂托付给祂的门徒们 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今天你我基督徒在这个地上 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呢 我们的使命也就是承接 耶稣基督所托付给我们的大使命 我们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 那么在启示录 除了讲到耶稣基督 讲到使徒约翰 讲到基督 讲到基督的工人 那么他同时也讲到一个 很重要很重要的角色 是什么呢 就是那七个教会 在启示录第一章的二十节 这个地方他就把这一个第二章 带出来了 他说论到你所看见 在我右手中的七星 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 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 七个灯台就是七个教会 所以约翰在那一天 在拔摩岛上 看见那个异象里面 他看见那位仁慈 那位像基督 他出现的时候 他是出现在什么地方呢 他是在教会 教会就是灯台 七个灯台就是教会 他在灯台中间行走 看见没有 弟兄姊妹 今天虽然普世的教会 很多的教会 都已经没有在实体的聚会了 但是这一位基督无所不在 他仍然在他的教会行走 你看到没有 弟兄姊妹 行走这两个字 代表着他是仍然现在正在工作的那位主 他正在我们中间 他没有打顿 他没有睡觉 所以借着 今天我们要开始谈到 启示录的七个教会 首先我们第一个要提到的就是 以辅所教会 启示录的这七个教会 代表着 在幕后的世代 这七种不同的教会 其实 有人在去 解经家去分析 什么这个教会是有的时代论 或者这些 这些都不是最关键的 事实上这七个教会 我们在去新约之旅的时候 我们到了现场去看 因为我们说会看到以辅所教会 我们会看到别加摩教会 我们看到斯美拉教会 结果我们到去看的时候 就是一堆 一堆这些残余断壁 事实上我们问那个导游说 这个教会是不是真的在这边 有一个当初的这个教会 事实上 也不一定是在那个地方 现在根本没有办法去找到这一间 所以他所谓的以辅所教会 是代表在以辅所的 众教会的做一个代表 而且当时候的背景里面 其实教会面临逼迫 教会根本很难有一个 所谓实际上面的building 所以这个教会存不存在呢 确实存在 只要有一群人聚集在一起 就是教会 是不是 从这个角度来讲 那么但是当这一些弟兄姊妹们 在当时候的环境里面 他们可能三居在这个家中 可能三居在另外一个家里面聚会 所以在以辅所可能有好些个教会 好多个教会 但是在这里他就是提到说 针对以辅所教会所讲的话 所以主对以辅所所讲的话 不单单是过去那个时代 在当时候使徒约翰写书信的时候 那个教会 他同时也是对历史历代的教会在讲话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从这些教会里面 我们要来学习功课 首先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一个是 以辅所教会 以辅所的教会 每一个教会 你可以看见 主对他们都有他的一些称赞 有的还有责备 那么不例外的 以辅所教会也是如此 主对这个以辅所教会 有一些的称赞 但是他也对他们有责备 首先我们来看主对 对他们的称赞是什么 我们稍微可以了解一下 当时候的地理环境背景 可以帮助我们比较更清楚 那么弟兄姊妹你注意看 这个是以辅所的这些七个教会 这个启示录所说的这七个教会 都在现在的土耳其的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去新约之旅的时候 我们很多的时间是在土耳其 就是这个原因 那么我们看看以辅所教会 这个上面 这边可能还没有出来 好 有没有看到 以辅所教会 好 然后斯美拉教会 就这样子 一个一个的教会 围绕在这个土耳其的这些地方 好 那以辅所教会 就是在今天这个土耳其的地方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以辅所教会是什么样一个教会呢 如果我们用比喻来讲的话 以辅所教会就好像今天的上海 它是一个交通地理位置 非常是一个海港 很靠近 所以在那个年代 海港是非常交通方便 而且也是海运 这个整个山茂的 一个很重要的城市 那以辅所是当时候 除了安提阿 亚历三大之外的第三大城 在罗马统治之下的第三大城 所以以辅所是一个 很重要的城市 那么在这个地方 他们经贸活动很茂盛 所以相当于今天的 上海一样的情况 我们这样子就可以有个概念 那么这个地方 有很著名的一个神庙 一个旅神庙 这个现在你去看 这只是一个以前的照片 现在都已经是 只剩下一些柱子这些的地方了 那么这个亚底米神庙 就是在使徒行传里面 我们可以看见 保罗在亚底米神庙 在那个地方的时候 他在那边传福音 甚至带来造成整个的城市里面 这些拜假神的 徐学术的 他们也都起来反对他 所以这个是 这就是亚底米神 你可以看见 这亚底米神就是代表 是一个 他为什么 这个女神有这么多的胸部 就表示说他们崇拜他 他们拜他 是因为他象征着 这一种所谓的丰富的 是孕育的 丰收的 这一种的神 但是同时 你知道他们在这个神庙里面 有很多的所谓的神迹 也就是祭旅 庙中的祭旅 就是跟那些来这边的朝拜的 跟他们发生关系 这个是在当时候 如果我们读戈林多前世 你也会发现有这个现象 所以 以夫所这个城市 是一个商业的城市 是一个很繁荣的城市 同时它也是充满着偶像崇拜 还有充满着拜金主义 这个是当时候在 保罗在以夫所 那个戏园还记得吗 那么这一个是那个剧场 我们到那个剧场的时候 我们到当时候 我们去的这些弟兄姊妹 我们就在那边唱了一首 这个献了几首诗歌 很多人听了之后就鼓掌 那弟兄姊妹 你可以看见这一个戏园 现在的 现在把它是有点把它 这个是 当时候就是这么大的一个场规模 可以坐这两万五千人 好了 那么以夫所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呢 以夫所这个字的意思 就是可羡慕的 确实它是一个可羡慕的城市 是不是 今天很多人都想要到上海去 很多人都想要到上海做生意 很多人都想要到上海去发展 是一个很羡慕的 但是同时 它的这个字的意思也是放松 表明说 它在属灵上面 也是渐渐渐渐地开始放松 这一个城市 因为生活好了之后 人的属灵生命就开始渐渐地 就开始松散了 保罗曾经在这个地方 福事传到了三年之久 两年三个月之久 当时候圣经上说 叫一切在亚西亚 就是在亚洲的人 都听见了福音 所以你可以看见 这以夫所 保罗在那个地方 花了很多的时间 在那个地方建立 他的传福音建立教会 所以以夫所书被称为 新约的阿尔比斯山 新约书信当中的皇后 那么弟兄姊妹 所以我们大概了解一下 这个以夫所教会的背景 那接着我们就来看 主对于这个以夫所教会的 他的称赞是些什么 这个称赞也表明 主今天希望我们是 怎么样子的一个基督徒 希望他的教会 是什么样的一个教会 首先在这里提到说 他们是什么呢 第二章第二节 这里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 劳碌忍耐 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 你也曾试验 那自称为使徒 却不是使徒的 看出他们是假的来 然后第三节又说 你也能忍耐 成为我的名 劳苦并不罚倦 好 在这个地方 我们把它归纳出 这一个几件事情 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他们是 劳苦做工 忍耐不倦 这里的行为 这边讲的行为 这里的行为 它指的是 原文翻译出来 就是工作 或者是说服事 换句话说 主对以夫所的教会说 我知道你的服事 好像今天他也对我说 他说 敬拜团 我知道你们的服事 Andy 我知道你的服事 虽然你都是在后面 但是我知道你的服事 我知道你做的工作 主查看全地 他的眼目查看全地 他知道我们在做什么 所以这个教会 以夫所教会 是一个服事的教会 他们不是不做事的教会 而且第二个他说 我知道你的劳碌 劳碌原文的意思就是 努力劳力 尽心尽力的 辛劳的工作 英文有一句话说 说 walk your fingers to the bone 什么意思 就是中文直接把它翻译 就是说 你努力工作 工作到一个时候 你的指头都已经看到骨头了 什么意思呢 这个教会 他们真是努力到一个地步 殷勤的工作 努力的在那边 卖力的服事 全力的 work very hard 那弟兄姊妹 这个教会好不好 你想想看 如果我们丽丽阳堂 主今天称赞我们说 哎呀 临凉堂 真的是努力工作 努力服事 忍耐不懈 弟兄姊妹 如果今天你是一个服事主的人 你可不够望主有一天 在见你面的时候 他说 你真是努力的 你真是一个 殷勤的服事的人 每一次你戴敬拜的时候 我都知道 你真是用心 你真是尽力的 在那边服事啊 每一次你在带小组茶几的时候 我知道啊 我都看见 你在那边怎么样子 挑灯夜战 在那边预备 你在那边很精心尽力的祷告 预备这些东西 我都知道 你很努力的一个人啊 弟兄姊妹这个教会好不好 你会发现 在圣经里面 不仅仅是主耶稣 保罗 使徒们 神所使用的人 每一个都是主持的 保罗在他 在哥路西书第一章的时候 他这样讲 他说 我也为此劳苦 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人 尽心竭力 保罗说 我也为此劳苦 保罗说 我尽心竭力 所以保罗也是 walks他的finger to the moon 保罗也是 非常努力地在服事 弟兄姊妹 保罗不是咸然不结果子的 所以保罗常常 他在书信里面 也责备那些不做事的 他不做工就不可以吃饭 所以保罗不是要我们 天天就关在家里面 就在那边敲个二郎腿 看电视的 不是的 疫情这个时间越长 可能我们就是变成是这样子了 坐在家里面 吃饭时间又到了 吃完饭之后 他去睡个午觉了 吃完睡完就起来 我们又去看看电视 或者滑滑手机 一天可能滑在滑手机的时间 可能滑了超过八个小时 那弟兄姊妹不是的 上帝渴望看见他的儿女们 是努力在那边侍奉神的 接着他说忍耐 而且他讲到忍耐的时候 他讲了两次 第二节讲了一次 第四节讲了一次 如果你去看保罗书信里面 你也会发现 忍耐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件事情 我们最熟悉的一个 这个叫爱篇 对不对 哥林特前书十三章怎么说 爱是很久忍耐 是不是 所以你会发现 忍耐在整个神的 这个儿女的生命当中 那个品格的塑造里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雅各也说 雅各就提到在 雅各书第五章第七节 如果你看了这个经文 你可以跟我一起来念 好不好 来 弟兄们啊 你们要忍耐 直到主来 看啊 农夫忍耐等候 地理宝贵的出产 直到得了秋雨春雨 雅各在这里用 农夫的做一个比喻 他提到说 你们要忍耐 其实他在这个地方 是提到主要来了 所以我们要忍耐 直到主来 就是我们今天在地上 我们在这边服侍 我们在这边辛苦 人家都在家里面 睡大觉 我们还要 逐日早上起来聚会 为什么 人家都在家里面 好好地休息 礼拜天好不容易 现在又不到教会去聚会 也不用赶这个 去找停车位了 所以我就在家里面 睡到十一点 十四分五十九秒 可不可以 可以 今天葛牧师早上 四点半就起来了 因为以前我去 带伦敦的教会 退休会 他们最近跟我说 他说 葛牧师 你可不可以来 跟我们讲个道 我说 现在哪都不能去了 去哪边讲道 他说没有 我们现在也都改成 这个线上聚会了 所以他说 你就只要在美国 你来跟我们讲道 所以就定了今天早上 算一算 他们是下午聚会 算到我们这边时间 我本来以为 他跟我讲说 是七点钟 后来前几天跟我讲说 他说 牧师我们算错时间了 不好意思 你那边的时间 是早上五点 我们开始聚会 然后他问说 牧师可以吗 可以吗 他说 如果是太早的话 我们改一下时间 我们就叫弟兄姊妹 晚一点上线 我们也许改到六点钟 我后来就跟他们开玩笑 我说没有关系 我说中国的早晨五点钟 那我就这边 美国的早晨五点钟吧 所以今天早上四点半起来 昨天差不多 少一点才睡 所以早上四点半 然后准备 预备跟他们分享 五点钟讲道 弟兄姊妹 为什么这么辛苦 为什么这么辛苦 弟兄姊妹 你可以看见 今天有太多的需要 如果我们只想到我们自己 如果我们只是想到 我们自己的需要 实在说 我们可以很清闲地过日子 但是亲爱弟兄姊妹 你如果看见 今天这个庄稼 到处都是 已经是庄稼成熟了 你今天看见 到处都是需要 你就感觉到 真正我们巴不得 我们要殷勤做工 我们要忍耐等候 因为当我们努力的时候 你会不会累 当你在那边做工的时候 你会不会有 有这些的 别人的一些的抱怨 或者别人的一些批评呢 当你面对到 这些服事的当中 会有挑战 会有难处的时候 你不是在今天打个电话 给别人问候的时候 别人都很高兴 说哎呀太好了 你刚才传到 你打电话来 我真是等候你啊 也许有人说 很抱歉 我这时候不方便接电话 但现在对我这边 你记得一件事情 今天我们做这一切 如果我们知道 我们是为主做的 我们就可以在主的面前 有这样子忍耐等候的心 所以保罗在这里 约翰在这个地方 写到以福所教会的时候 他说主称赞这个教会 他们是努力的侍奉 他们劳苦的在那边 辛劳的在那边侍奉 而且他们是忍耐 他们坚忍 忍耐这个字 是坚忍的意思 是很忍的意思 换句话说 他不是忍一下 今天有的时候 我们的忍耐 是只有五分钟 甚至可能五秒钟 但是 这一个以福所教会 他们的忍耐 是持续的忍耐 很久的忍耐 弟兄姊妹 神要操练那些 他跟随他的儿女们 神要操练 他的得胜者 要有一个品格 就是忍耐的品格 所以你不要认为说 今天神容许 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事情 都是 为什么上帝要 让这些事情发生 我们真巴不得祷告 一下子 然后这个疫情就停止了 我们就可以 该吃就该吃 该喝就该喝 我们该去做什么就做什么 我们就重新过 我们的正常生活了 是不是 弟兄姊妹 如果你想 上帝允许这个疫情来 就这样子的话 那我宁可 我们不要 我们宁可 我们不要祷告 因为这不是神的心意 神的心意不是说 疫情赶快结束 大家好好 你们该去做什么就做什么 你们回归正常吧 弟兄姊妹 神容许 苦难 神容许 这些临到我们 一定要我们学功课的 要我们 结出疫的果子来 所以 神要我们 学习在这个时候 学习更多的 来祷告 依靠他 学习在祷告当中 而且要持久 不灰心的 再祷告 这些都是 忍耐的品格 所以这个教会 真的是一个好教会 是吗 弟兄姊妹 讲到这一部分 我要先提一下 讲到这一个 以福所教会 是一个殷勤服事的教会 我想今天的教会 都做牧师的 大概常常最痛苦的 一件事情就是什么 就是看见教会 许多的工作要做 但是却只有 至少少数的人在做 有一个教会 教会增长的理论里面 就在讲这么一个事实 就说 教会大部分的 都是10%的人在工作 然后90%的人 在那边隔岸观火 10%的人 在球场里面 在那边打球 踢亚 那90%的人 坐在那观众西场 嘿 好 好 欸 Michelle 继续做 继续做 所以有人 做音控 做了10年 做了20年 有人在那边 做放PowerPoint 放了10年 有人在那边带敬拜 带了10年 还是没有人 没有年轻的人出来 丢子妹 教会不是这样子的光景 教会不应该是 这样子的光景 教会应该是 人人都侍奉的 教会应该是 不管是连长连青的 大家一起在主的面前 各摆结 各按各职 互相的佩搭 要把这个基督的身体 建立起来 有一次 这个 那么有一个弟兄 那么牧师啊 每一次在 每一次在教会里面 大声疾呼 那么希望弟兄姊妹 参与服侍 他每次看到这个弟兄呢 他都跟这个弟兄 弟兄啊 希望你出来服侍啊 哎呀 我们甚至需要你啊 你要出来服侍啊 每一次这个弟兄 当牧师跟他讲的时候呢 他都跟他笑一笑 然后跟牧师摇摇手 说不要不要 他说牧师 有的时候他就讲说 我很忙啊 有的时候他讲说 哎呀 我最近刚刚这个家里面 又是有什么事情 有的时候又讲说 这个工作怎么样子了 反正他总是有理由 所以每一次 他都跟牧师这样讲 好了 牧师跟他讲了很多次了 讲了很多年了 有一天呢 牧师看到他 又跟他讲 他说弟兄啊 好不好 你真的要出来服侍啊 那个弟兄呢 又摇 又说 哎呀 牧师啊 不行不行啊 我没有恩赐啊 我什么都不会 那天牧师很幽默地 就跟他说 他说弟兄啊 我看你每一次 我叫你服侍啊 你都说你不会 你都说你有事情 你手一直在那边 我看你很会 我知道你有一个东西 你一定很会 就是教会的玻璃需要你来擦 你来擦好不好 他很会这个 很会这个 兄姊妹 我不晓得 你是不是那样一个人 我发现在教会里面 今天特别是 越是在教会久了 越是信住越久了 越需要悔改 我们道理都懂 我们都知道 基督徒应该侍奉 但是真正要服侍的时候 你会发现 出来服侍的人太少 亲爱弟兄姊妹 我们教会有门徒训练 门徒训练为了什么 门徒训练是为了 要弟兄姊妹们 受装备 装备好 出来侍奉神 但是我也提醒 我们今天很多时候 小心一个趋向 就是我们喜欢上课 我们不喜欢做事 所以我们上了 PREDT 我们上了DT 我们上了LT 上完之后 还是不服事 那你在神面前的罪 就更重了 你知罪还犯罪 是不是 有一天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 主说你这个又恶又懒的仆人 离开我去吧 再关在门外 哀哭怯止 这不是我说的 这是圣经上说的 所以弟兄姊妹 以服所这个教会 我说巴不得 这个教会请我去 做他们牧师 我就去了 这么好的一个教会 是不是 大家这么样子的 努力服事 每个人都很愿意 参与教会服事 而且他们不仅仅是服事的 五分钟热度 他们服事的真是起劲 越服事越起劲 而且是忍耐到底 持守到底地在那边服事 这种教会你到哪边去找 所以主称赞他们的教会 是这么好 而且你知道吗 在这一段圣经里面的 这个劳碌这个字 为什么他提到劳碌 这个字其实 在早期的基督徒的这些 他们所写的这些文字里面 文献里面 这个劳碌 几乎可以说是宣教的同一词 那我们看看圣经里面 贴赞罗利家前书第二章第九节 保罗在这里说 弟兄们啊 你们纪念我们的手 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 对不对 下面说什么 下面说 做业做工 那接下来说什么呢 传神的福音给你们 看到没有 换句话说 保罗在那边昼夜做工 他在那边讲做工的时候 我们以为他在那边 就是在教堂里面做事情 不是的 保罗在那边昼夜做工 他指的意思是说 他在传主的福音 所以上个礼拜 复活节的时候 我们讲到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 讲到复活的重要性 讲到如果基督复活了 所以我们才有盼望 讲到有今生的盼望勇士 永恒的盼望 那么所以最后他带出来的结论 就讲了这一句话 他说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 你们勿要兼顾不可摇动 常常竭力 怎么样 多做主工 Again 这个地方多做主工 保罗指的是传福音的事情 你看整个保罗的书信里面 保罗是可以说 以今天的眼光来讲 保罗就是宣教士 所以他在这个宣教的过程当中 他所写的这些书信里面 他讲到的事情 他常常提到宣教 传福音 宣教 传福音 弟兄姊妹 请你记得 传福音宣教是教会存在的目的 林良堂如果不传福音 林良堂有一天 就会像欧洲 像美洲 这些被卖掉的教堂一样 可能有一天就变成披萨号 有一天就变成是餐厅 甚至变成是人家打 把这个地方 打散之后 把这些拆掉之后 盖成一个集合公寓 弟兄姊妹 因为如果我们不传福音 我们就失去了教会 存在在这个地上的目的 如果一个基督徒不传福音 我们就失去了 你作为基督徒存在的价值 所以弟兄姊妹 可能你听我讲了很多次 跟我讲了很多年 但弟兄姊妹 我苦口婆心地说 我这个不嫌唠叨地说 我努力地在这边 要表达的就是说 亲爱弟兄姊妹 我们需要从一 辅所教会学习 看见他们殷勤不屑 努力做工传扬主的福音 Amen 今天这个世代 可以说是一个 这个末后的世代 有一个现象就是 你可以看见 异端邪说越来越多 那你会发现 这些异端 他们之所以成长得很快 有一个特色就是什么 他们都很热心传 有没有 耶和华见证人 这是一个异端 基督教的异端 你听他的名字 你就知道 他叫耶和华见证人 什么意思 就是说 他相信 每一个 进入他们这个教的人 都是耶和华的见证人 所以 他们根据什么呢 他们根据 使徒信传一章八节 你们就要 在耶路撒冷 犹太前地 撒玛利亚 直到地级 做我的什么 见证 对不对 你说他们有没有 申请根据 有啊 只不过他讲的是 耶和华见证人 因为他们相信的是 所谓的耶和华神 一神的 他们不是三位一体 他们不相信三位一体的 他们不相信 耶稣基督是神 他们也不相信 圣灵是神 但是弟兄姐妹啊 你怎么骂他也好 你怎么说他也好 你说他是异端也好 可是 今天人家传的厉害啊 人家传播的速度啊 人家竭力的传啊 弟兄姐妹 我们有机会 带弟兄姐妹 到大华去的时候 我们碰到耶证的人 在门口里面 就在那边摆摊位 就发他们的那些宣传端 他们一被 他们一被一信了之后 他们第一件事情 被教导的就是什么 你就是耶和华见证人 所以你就要出去传 我们今天常常是什么呀 你刚信主 你还不太懂 来 先上这个基要真理班 完了之后再上什么 初信班 再上什么班呢 再上这个圣经班 上完之后再上什么呢 再上这个 等他上完之后 他已经不会传福音了 他也没有对象可传了 因为他的朋友 通通都变成基督徒了 你懂我的意思吗 耶和华见证人不是 摩门教不是 他们一信了之后 就告诉他 出去传 出去传 年轻人就刚刚讲说 你出去一年两年 去做海外宣教室 我小女儿她有一个同学 他们还算是 在学校里面 还算不错的同学 在大学毕业之后 这个金南 金南就跟他说 说他要出去宣教 去义务宣教 什么什么 一连的什么的 他们这些年轻人 在那个地方很厉害 他不是被逼的 他整个教会的风气 就是如此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你不这样做 你反而不正常 那亲爱的弟兄 我们今天把我们的孩子 把我们的年轻人 保护得像什么 保护得像一个草莓 保护得像一个 落不经风的人 所以我们怕他 去出去吃苦了 我们怕他出去 会是不安全了 我们不希望他 去这个中东 也不希望他 去这些地方 我们台湾还可以 勉强考虑一下 因为有夜市 中国大陆 看什么地方 上海 北京 可以 兄弟妹 那不叫宣教 你如果是考虑了 环境舒适不舒适 你来决定的话 你根本不是在宣教 你在骗人 兄弟妹 那我们做父母亲的 在培养我们的孩子 是什么样子呢 就从我们自己开始 兄弟妹 一个宣教的教会 不是只是把钱给出去 一个宣教的教会 不是只是有宣教联会 一个宣教的教会 是从教会的领袖开始 我们自己就要宣教 所以我跟于川长长讲 我说你们宣教委员会的 宣教委员 每一个都应该出去宣教 你自己不宣教 你做什么宣教委员 对不起啊 我讲这句话 我不怕得罪人 这是我的理念 这也是圣经的原则 你自己不做的人 你怎么能够叫别人去做呢 教会有时候就可怜到这个地步 因为没人要做这样子的事情 好了 既然你没有经验 你也没做过 没关系 你就来做吧 那也没关系了 你没经验 对不对 但是你有愿意的心 好 那我今天做了宣教委员会的同工 那么我就每一年我都出去宣教 是不是 否则一群如果没有经验的人 在那边决定有机会 你该怎么做 这不是很可笑的事情吗 教会往往就做这种事情 以父说教会不是这样子 以父说的教会 他们努力地在那边宣教 努力地在传福音 他们不是只是到远方宣教 他们在本地也热心地传扬福音 与众所谓这个教会被神称赞 被主称赞 这个教会有太多值得我们学习的 那另外第二个 另外第二个 这个教会是一个什么样子被主称赞呢 这个 好 我们看一下 在这一个提到说末世的现象 就是假先知 假基督 或者是这些假使徒越来越多 这也是当时候 这个使徒约翰 所面临的情形 他说 所以他说 他说你不能够容忍恶人 你也成事业 那自称为使徒 却不是使徒的 看出他们是假的 所以这个教会 还不单单是努力 富士传福音 这个教会 他还有一点 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就是他们在真理的根基上很清楚 他们有真道 他们明白神的话语 所以他们能够试验 甚至那个假使徒 都被他们试验出来 哇 不得了 今天这是末后的时代 末后的时代 你会发现越来越多 这些虚假的事情会出来 这耶稣也提醒我们 他说 你们要防备 那个披着羊皮的假先知 那么保罗也提醒说 他提醒 以夫所的教会 他说 当他走了之后 会有凶暴的豺狼 进入你们中间 那么使徒约翰 他也在约翰一书里面 提到说 他说世上有许多的 假先知 假基督要出来 他说这一世上的这些灵 你不要都信 你要去试验那个灵 兄姐妹 现在这个末后的时代 越来越多的虚假的 这些真道 虚假的这些道理会出来 是是而非的道理会出来 我曾经提过 这个东方闪电 现在他们叫做全能神 最近又有人把他们的 一些的资讯传给我 我就看见 这个全能神网站 全能神这个教会 那么他们现在积极地 借着网络来传播他们的思想 现在他们已经发展出来 有48个中文的网站 有6个英文的网站 还有一个韩文的网站 这是目前为止 我几乎去找末日的这些讯息 我只要Google里面去找 大部分找到是他们的网站 甚至你去找贴图 你找很多的贴图 你要注意 你不要乱贴 你要注意看看 它是从哪里出来的 很多也都是从它那边来的 他们这样子花了这么多的精神 这个金钱 人力投资下去 特别在这个疫情的时间 大家都在上网 对不对 好像网络变成是 大家唯一能够得到 最多information的地方 所以你可以看见 他们多厉害 你有没有听过叫做 跟随耶稣网 你有没有听过叫做 中文圣经网 兄弟妹你听这些东西 你一想这一定是基督教的 是不是 不 他是全能神 他是东方闪电 特别兄姊妹 在这个末后的日子 你要去了解末世的事情 所以我为什么要讲喜事录 因为这些有关末世的这些讯息 也是非常混乱 这些东方闪电的 他们最喜欢的就是讲末日 讲主的再来 但是他讲的主的再来 跟你我所说的 圣经上所说的不一样 好了 我今天不多介绍他了 因为他们自己宣传已经很够了 但是弟兄姊妹要讲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要在真道上面 像以弗所的教会一样 他们在真道上面扎根 他们对神的话语有认识 他们很清楚知道能够分辨异端 今天可能不单单是异端 我们需要分辨 现在有很多已经是混淆的福音 已经是混乱了 或者是把主的道 已经把它带到一些偏颇的地方去的 我们都要小心都要防备 我在祷告会的时候曾经提过 我说这一个福祉电台 电视台 他们很好心 因为他们大概也是比较是 对基督教比较好的 所以他们就把复活节那一天的节目 都变成很多是复活节的这些program 甚至也邀请很多的这些牧师 有名的牧师来讲道 七点钟的时候我就听了 Franklin的德里汉牧师的儿子 他的讲道 但是他们也提到说 他们那一天当中会邀请到 这个Joe Alstin 就是德州的美国教会的牧师 也会邀请新加坡 有一个叫平约瑟 平约瑟他的英文就是叫做 Joseph Prince 那听众所谓这些人是什么人呢 这些人讲的是成功神学 特别离谱的是这一个平约瑟 有一次我看到网站上面 他的一篇信息的一个中文的翻译 看到最后我说 哇 我几乎可以从这一点说 它是异端了 但是你不需要认罪 上帝的恩典大过你的认罪啊 对不对 上帝恩典大过你的罪 但是没有说上帝的恩典 大过你认罪哦 你有没有发现 是是而非的道理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 上帝爱你 whatever you do 没有问题 他都接纳你 他都爱你 兄弟妹 今天这种信息人喜不喜欢啊 我今天在家里面犯坚异 我到了教会来牧师还说 你上帝是爱你的 你说他喜不喜欢 兄弟妹 今天的讲台越来越少讲到罪 越来越少讲到悔改 越来越少讲到主的十字架 越来越少讲到舍己 越来越多讲的就是说 你很重要 你很宝贵 你很重要 你很可爱 你是被上帝所爱的 没有错 我要讲这不是说 这不是说他完全不对 但是他只讲了部分的真理 这个就是在真道上 没有按着正义来分解神的道 没有按着圣经全面的真理 来讲解神的话 所以我们讲慈爱 不讲圣洁 我们讲神的这一个 这个丰富 但是我们没有讲到 他为我们缘故成为贫穷 那另外 今天跟这个所谓成功神学 的另外一边 在美国 特别在北美 有一个 在北美的华人牧师 也算是一个在 神学方面 是很有研究的一位牧师 我不讲它是名字 他在他的一本书里面 他这样讲 他说人文主义 理性主义 民族主义 这三个变成了今天教会 所推崇的 世俗民主主 世俗民主三位一体的神 三位一体就是 人文主义 理性主义 民族主义 三个变成是三位一体 然后就变成了世俗民族主义 那你说 教会有受这个影响吗 有 今天很多的北美教会 都是用所谓民族制度 在治理教会 这就是世俗民族主义 你去看圣经里面 什么地方告诉我们 是这样做的 没有 以后我们会谈到老底家教会 老底家教会 老底家这个字就是 人民做主 所以你希望做老底家教会吗 兄姊妹 可是今天美国 美国宣扬他的美式民主 全世界 他觉得你们中国不民主 他觉得你们 这个哪个地方不民主 委内瑞拉不民主 我们美国最民主 最民主的国家 所以你知道吗 美国民主到一个地步 总统跟州长对着干 最近 纽约州州长为了这个疫情的事情 就呛吓 就跟川普讲说 他说你少看点电视 多做事 意思就是说 你每次看电视 看到我在那边发表什么 你又开始就抱怨我了 那川普就跟他讲 你少抱怨多做事 谁也不听谁的 州长不听 总统的 总统不听州长的 到底听谁的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们的国家很confused 有没有 那我们很自豪说 你看我是民主的国家 兄姊妹 不知不觉 我们把民主当神了 如果今天美国没有让上帝来带领 这个国家一定走向灭亡 再好的制度 如果不要上帝来做主 这个制度就是做主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学习来跟随主 让我们学习在神的话语上面 跟着主的话 按照主的正义分解 主的道 让我们照着主的话来行事为人 而不是跟随 这个世俗的这些什么主义 什么什么流行什么 好 最后 那讲了这个 这个主称赞他们的 那这个教会真好 对不对 可是这个教会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就是他们离弃了起初的爱心 这个起初这个字 它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在 就是说时间上面 所以我们说 in the beginning 这是时间上面 但另外一个意思呢 它是性质上面的 那这个是指什么呢 就是first priority 中文翻译出来就是说 这是第一的 这是最要紧的事 最要紧的事 有没有 就是彼此切实相爱 那个最要紧的事 这个地方讲的 就是这一个 first 换句话说 主责备以复所的教会 你把最重要的 那个first love 丢失了 我们都知道初恋 初爱 刚刚开始的时候 那常常是很多人 所怀恋的 是吗 夫妻两个人 在交往的时候 哎呀 每一天还没有看到他 真是想啊 想啊 我记得有一个牧师 他提到说 他以前到那个 他的太太的 那个读的学校 他的学校 是一个比较偏远的 在台湾那时候 是比较偏远的 一个地方 所以他说 每一次啊 他骑着摩托车啊 骑一个多小时 骑到他的学校的门口 就是为了等他下学 等他放学 然后载他回去 哇 这样做不是一天两天啊 这样子是成年年月的 哇 那个叫做 初 first love 兄姊妹 以赴索教会主说 你失去了这个 初 初 初 这个first love 有人问说 这个 有一个牧师 他讲得非常好 他说 他就问别人 他说 爱的反译词是什么 那有人就回答 爱的反译词 就是不爱 好 有人说 爱的反译词 就是恨 那么他说 不 不是的 爱的反译词 是麻木 什么意思呢 他说你开始的时候 爱得轰轰烈烈 感觉特别好 慢慢慢慢地 不以为意 慢慢慢慢 就麻木了 所以麻木 我想可能讲说我们恨 大概我们都不会承认 讲不爱 也不敢承认 但是讲麻木 我想大部分人 很多有这个问题 有一个做妻子的跟牧师抱怨 他说我越来越讨厌我的丈夫 我跟他结婚二十年 他现在体态肥胖 吃饭的时候 狼吞虎咽 发出 发出 那叫什么声音 吱吱吱的 声音 他咧鼻涕的时候 那个嗓音很大 而且直接醒在 那个吸脸池的 那个池盆里面 他刷牙的时候 嘴里面还喊一口水 长时间发出 的声音 然后他继续跟牧师在抱怨 他对家务孩子 不闻不问 家就像个旅馆一样 他晚上睡觉的时候 打憨的声音让人无法忍受 每当我看见他在我的面前 走来晃去 我就问我自己 这是我当初嫁的那个人吗 牧师听完了最后就问他说 你当初认识你丈夫的时候 也是这个样吗 这个妻子想了一下就说 那倒不是 哎呀 那个人啊 当年他英俊潇洒 待人彬彬有礼 对我也是温柔体贴 我们一起散步的时候 总有说不完的话 那时候他好像没有这些坏宝贝 讲完之后啊 他心想说牧师一定大大的安慰他 或至少支持他一下吧 就牧师站起来一副严肃地对他说 他说姐妹 有一件事情我要责备你 你好像对你丈夫 已经失去了起初的爱心 你应当回家 你要悔改 哇 这个姐妹 这个咧咧鼻子就垂头上去地走了 兄姐妹 其实很多时候 这个姐妹所抱怨的 是不是我们也是这样子抱怨 会不会做丈夫的也是抱怨说 你看太太当初我追你的时候 哎呀你看你那个温柔的好像是什么 温柔的像什么 哎呀你看看你那时候 哎呀我看你的一举一动啊 举手投足啊都让我响恋 怎么我现在一看到你那个黄脸婆的样子 怎么我一看到你那样 哇你可以看见很多的夫妻在刚开始 新婚的时候甜蜜蜜甜蜜蜜啊 但是到了结婚久之后呢 就开始啊恨得牙痒痒 就是为什么会如此呢 因为失去了起初的爱 我们今天跟主的关系也是如此 我们是不是失去了起初的爱 我们起初还刚刚信主的时候 我们真是爱主啊 我看到很多弟兄姊妹刚信主的时候 那真是爱主啊追求主啊 每一天就是想到要来教会聚会啊 哎呀读起圣经来啊 真的是一天八个小时都不嫌多 聚会的时候听到津津有味 哎呀唱诗歌一唱歌就感动流眼泪 哎呀信主了二十年啊 可能还不要等二十年 可能信主了三年五年 慢慢哎呀怎么又是他讲道 哎呀怎么又是这个人带敬拜 哎呀怎么又唱这些歌 哎呀为什么老是教会这样子 就开始埋怨了 开始挑剔了 开始越来标准越高了 开始都开始指着别人了 自己就一根指头都不肯的 这叫法利赛人 教会最可怕的就是越来越多的法利赛人 所以教会如果不传福音 就会形成是法利赛人俱乐部 你懂我意思吗 当然我的意思就是说 不是说我们今天在这里信主旧的人 你就变成小法利赛人 但丢着没 如果我们不传福音 教会失去了那个新鲜的对主的爱 你看看一个刚信主的人 对主的爱就是新鲜的 我最近看到一个姐妹 她信了主时候 她把每一次抛给我看 她怎么样子花时间来祷告 亲近神跟神的表达 我就看了我就说 哇 那就叫做新鲜的爱 那叫做first love 好像主对她是那样子的一个 她全身心都要投入的那一个对象 是她爱的中心 弟兄姐妹 这就是今天主对以福所教会的责备 你已经离弃了 那个起初的爱 那个first love 那最重要的那个爱 弟兄姐妹 都知道玛利亚跟玛利亚的故事吗 是不是 我们都知道玛利亚跟玛利亚的故事 是不是 玛利亚在那边 做家事做饭 要请十二个门徒 耶稣拉撒路 加起来 大概十七八个人吃饭 请问玛利亚爱不爱主 有人就替玛利亚 替他打抱不平说 玛利亚也是爱主啊 只是他是用这样的方式来爱主嘛 那你自己 你读圣经这样读了 你就糟糕了 很有可能会变成异端了 请问 圣经上里面提到玛利亚做了什么事情 因为耶稣知道 他的日子不多了 因为耶稣要被卖了 因为耶稣 耶稣在玛利亚知道那个时候 换句话说 玛利亚做的那件事情 还不单单只是把那个香膏打碎 那个香膏很值钱 而是玛利亚知道 他在主的面前 在主的脚前 他聆听主讲道 他聆听主最后 因为那个时间很有限了 很宝贵了 他珍惜那个宝贵的时间 跟主在一起的时间 这个意思不是说 玛利亚不做家事的 千万不要这样子认为 也千万不要认为说 上帝不喜欢我们去服事 不喜欢我们去传福音 不是 关键是 在那个时候 他不知道主看重的是什么 是他那一颗爱主的心 所以他称赞玛利亚说 他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 弟兄姊妹 每一天早上起来 第一件事情 你有很多事情要做 你可能要做家事 你可能要照顾孩子 你可能要把孩子 家人 先生弄好了 送出门 这些事情都需要做 但是弟兄姊妹 有一件事情 你应该要先做 这件事情是什么 就是你要先来亲近这位主 弟兄姊妹 这是今天 我提到的一点 有很多你可以自己再去想 但是我要提到一点 就是说 主啊 弟兄姊妹们 这一个初初的爱 你要回想 你起初信主的时候 渴慕主的话 独主的话 亲近神 现在渐渐没有了 你要回想 你在哪个地方跌倒的 你从那个地方开始 你要悔改 你悔改 悔改的意思就是说 我本来往这个方向走 我现在不往这个方向 我转过来 180度转变了 意思就是说 我不是只是认罪 我认了罪之后 我还要离开那个罪 我要往反方向 我要往对的方向去走 然后接下来他就说 你要行起初所行的事情 这些连韩国教会 中国教会都面临一个现象 就是因为经济发展 越来越好之后 教会开始也越来越不容易 这个有承导了 以前中国教会 中国早晨五点钟 韩国教会也是早晨五点钟 起来就是教会 很多人祷告 看到没有 人山人海在那边祷告 当然这是一个特会 这是在韩国祷告山的一个特会 很多人去参加那个特会 但是我跟你讲 在韩国本来是 每一个教会早上都有 都有这个承导 参加的人数 常常都是教会里面 很多的人去参加的 但是这些年来 参加的人也渐渐越来越少 这反应性是什么事情 就是爱主的心渐渐能耽 同志们感谢主这一次的疫情 带来了一个结果 就是我们大家都 没有别的事可干 所以我们现在承导 每一天早上 有超过七十人以上 我们在耐了这个群主承导 我们祷告会 不在教会举行了 但是在线上面也是差不多 每一次有平均超过七十人 在那边一起祷告 丁子们这个是好现象 对不对 丁子们要说 不要只是在疫情的时候这样子 你要回想你在哪个地方 跌倒了 回想我们起初对主的爱 失去了 要悔改 要站起来 行起初所行的 行起初所行 原文的意思里面 它是说是repeat 就是重复地去做 换句话说 这不是做一次两次 这要持续地做 持续地做 所以每一天早上的临修 丁子们 我可以告诉你 我这么四十多年来的经验 这不是一天两天 可以养成习惯的 这是花了我几年的时间 出出信主的时候 花了好多年的时间 在那边挣扎 挣扎 但是最后 最后养成这个习惯的 丁子们 这只是一个开始 从每一天 我们跟神的关系开始 亲近神 让我们真是 恢复我们起初对主的爱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耶稣我们谢谢你 我们赞美你 主啊 再一次让我们回想 主啊 我们是不是一个 因情侍奉你的人 我们是不是一个 努力在传扬福音的人 主啊 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 帮助我们 让我们不单单是 努力传扬福音 积极宣教 殷勤侍奉 我们更是充满爱心 爱神爱人 让我们是一个 主啊 没有离弃那起初的爱 让我们真是每一天 让我们对你的爱 越来越增加 而不是减少 求主你帮助我们 也帮助我们的教会 主啊 想到五十多年前 这个教会成立的时候 弟兄姐妹们 当初的那一批弟兄姐妹们 应急地在那边 传扬福音 这个侍奉主 主啊 主啊 多年之后 让这样子服侍你 爱你 侍奉你 传扬福音的心 再一次的 如火一样 眺望起来 而我们做这一切 都是因为爱你的缘故 求你亲自在我们教会 做成你的工作 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